我拜托里长 我死后把我带回家乡 田姐姐 田花香姐姐到街了 爷爷 这个念成街你来了 爸 你可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我的爷爷叫田发春 她在台湾名字是田发祥 她是1948年跟随部队紧急离开的 结果这一去就失去了联系 直到1981年恢复了通信 绣珍我妻 三十几年没能与你们同甘共苦 实在很对不起 我在这里很好 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这里最近连连下雨 下雨的日子很冷 但没有家乡冷 但我心中冷 但愿有一天相聚才能不冷 我婆婆和我公共的爱情 他们真是特别特别好 因为从我公共走了以后 我婆婆就从来没有一个念头说要再续的 一直在想着对方 爷爷一开始就是想回来 也辗转了美国 还有南美的好几个国家 我们当时知道爷爷在主动做这个事情 所以对这个团员有一个直观的盼望了 我感觉奶奶特别兴奋 有时候公公来信的时候说 我们盼着那一天 我们相互都是多努力吧 都特别难受 我当时我就想 我的婆婆会是什么感觉 这一天等了七十多年 直到最后她太累了 等不及了 当时婆婆就想让念春王 把她的骨盔撒在后海上 我觉得她那时候就是彻底的绝望 来上 我们等一下就开始 把爷爷的骨盔撒起来 然后你就撞到爷爷的新家去了 辛苦您这么早 从那么远的地方就过来了 爷爷找邻居 就是我们的杜大哥杜大嫂 他们今天也从桃园赶下来 对我们这位是 有没有看到杜大哥 谢谢朱大哥 您好 朱爷爷 那我们这位是朱大嫂 大嫂 您好 您好 奶奶 辛苦了 谢谢您 不会 不会 能够见到你们很好 有时候想家里的话 他是不会直接跟我讲 可是他的一些动作有没有 他有时候会喝闷酒 就是他在想北平家里的人 他很感念他老婆 他结婚之后 知道老婆也怀孕了 然后他就过来台湾了 很感恩老婆没有在家 他出事前一个月 跟我讲说叫我跟他回大陆 然后见田妈妈这样子 没想到就是说 1月份要回去 结果没回去 在12月份 结果出事情了 朱大哥当时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说 当时送到医院的时候 田一爷讲那句话 不甘心 他觉得说他已经期盼了 真的想要回家了 结果在意外中 就知道可能自己没办法回家了 所以讲到那句不甘心 我听得真的 对不起 真的蛮难够的 妹妹我们回家了 要回家了 妹妹我们要回家了 回家了我亲爱的 田花祥爷爷 住新家了 因为我接触这么多的老兵来 每个老兵其实他们都十几岁 就离开自己的家乡 其实他们都想嫁 我感受更深的是说 每逢亲民姐 这些长者就是朝着自己的家乡 买个贡品 你北方就朝北方 你南方就朝南方 再做自己拜 我这婆婆 这一辈子是 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从20岁一直到 我婆婆90 就盼着盼着盼着回来 结果还是没回来 那合照的话 圆了这么多年的一个缘分吧 相信 田花祥爷爷 德文里长 要带你回家了 爷爷一路跟进 走 回家了 這不是 這都是台灣的專機 你別激動 我見過 我看著能認住 Yuki 回去啦 天爺爺 回家了 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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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爺爺 天爺爺爺到家了 爺爺 这个年车见你来了 爺爺不如回来吧 回到你七十几年 离开七十几年的老家来了 爺爺可回来 你终于回来了 我讲演员 到家了 回家了 不管怎么说回来了 心里也算一个石头落地了吧 来 来 三十四 从里面 没有到一天有任由 就在这种方式 让人接受不了 爹奶奶 我爸现在身体不行了 来不了 我爹奶奶来了 我爹奶奶已经在头 我奶奶等着一刻 等了七十年 虽然她没那么亲眼看到 但我相信这一刻 她会觉得是因为 我们一家最大的心愿和遗憾 也终于有了结果 这个彩球是你们老夫妻 还原的意义 我自己觉得说 每一位老兵回家的时候 我心都好高兴 因为我把每一位老兵里面 当作师弟 这是我的父子辈 就像自己的家人亲 就像我跟田家的亲人 其实我们都完全没有见过面 但是没有那种的疏离感 就是一家人一家亲 我心都好高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